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一个人跟他自己在一起的时间 就是说独处的时间 很多人不能够做到这一点 他一个人的时候就慌了 他一定要跟大家搅在一起 或吃或喝或玩或唱歌 总而言之一个人不能活 这种团体的性格 我看到一个最令我终身难忘的 就是当我大学毕业 做预备军官的时候 我到陆军的第十七师里面做排长 我们那个副连长到现在我还记得 他大变了 找人说谁 张丹李斯陪他去大变 张德升 张德公 李德胜 王尔玛子 你陪我去大变 为什么 到了茅房里面 到了厕所里面 他一个人都不能大变 要别人陪他 他才能大变 他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 群体生活的动物 群体的动物 一个人完全不能活了 我跟大家说 一个人越多 跟自己能相处的时间越多 这个人才有一个 能够充实他自己 完成他自己 或者有成就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条件 他开始有 这个习惯一定要努力达成 所以我跟大家说 一个人在一起干什么呢 不是什么打打电脑 不是这样子 一个人在一起 是要能够进入知识世界 因为进入知识世界以后呢 你才能看到很多 一般在聊天 谈话 喝酒 唱歌 招朋引擂 这些生活方式 所得不到的乐趣 跟深度 你才得到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 我手里拿的这本 一本画册 请看 这是相当老的一本画册 我拿给大家看 相当老的 看到没有 1937年 这个画册 我生在1935 只比我小两岁 换句话说呢 这本书是68年了 这个画册里面有一页 大家看到没有 它是讲到这个 这个博物馆里面 所收藏的这个 爱神 秋录德 这个小男孩子 小胖子 他这个 他的这个画片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这个画呢 是1703年 1703到1770 这个画家 所画的这个画 这个爱神 爱神在西方古代的画法里面 有两种画法 一种呢 就画成这种小男孩子的 一种呢 就把它画成这种 美丽的少年 跟少女在一起 可是爱神的特色呢 就有一个翅膀 他这个翅膀 他会有个小箭头 射你 这外面人间的一对情侣 他一箭射过去 射上去以后呢 男的看女的就喜欢 女的看男人 男人也喜欢 就就这 相恋爱了 所以大家以为恋爱了 事实上是被他 暗中射了一箭 立刻就恋爱了 所以呢 没什么了不起 他就只射了一箭 就发生这个效果 所以大家看到这种 这种画面啊 看到这种画面 少男少女的 还有一种 大家看 这幅下面这幅图画 画的可爱的不得了 可爱的不得了 大家看 就这幅画 大家仔细看啊 这是画的爱神 小男生 爱神 有他小翅膀 他亲吻一个小女孩子 这个小女孩子 也有小翅膀 像蝴蝶一样的小翅膀 我们再看 再看 你看 这个 你看 这个脚啊 我们再看他这个 这幅画 看到没有 在是1998年 11月 11号 在纽约拍卖的 这幅画的画家 是生在1825到1905年的 这个画家啊 叫 包古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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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翻的这个字啊 他画的这幅画啊 这个价钱呢 多少钱呢 这个价钱是 各十百千万十万百万 一百七十六万三千块美金 这幅画这个钱 为什么这幅画这么贵 因为 在全世界这一幅 可是大家看 这幅画画多么可爱 画的多么好 这幅画 你要怎么看到这幅画 就是 在外国的 这种拍卖的画册里面 可以看到这幅画 等于他目录里面 看到这幅画 一般人 你不关心这种书 你可看不到这幅画 而这幅画的原件 根本你看不到 你也买不到 你也买不起 我也买不起 就这样子 换句话说呢 你能够看到这么可爱的一幅画 即使它是一个目录里面的一张照片 你觉得非常快乐 这幅画画的可爱的不代表 只有像李敖这种人 一个人在书房里面 一个人在书堆里面 一个人在博览群书里面 才能够在一个拍卖目录里面 找到这幅画 然后在电视节目里面 被他宣传 讲给大家听 这就是一个例子 同样的一小时 如果你去喝酒 你聊天 你谈话 你唱歌 跟朋友们搅在一起 你所知道的 有限 朋友所知道的有限 双方交换的知识 有限 因为同样一小时 你没有用来去追求新的知识 而这个新的知识的追求方法 我举例给大家看 我可以从一个 一本拍卖目录里面 找到这个画片 然后讲给大家听 这就是我的方法 并且一再告诉大家 如果你一个人不能学会独处 独处的时候 如果是跟电脑打着玩 也不行 要真正能够进入这个知识的世界 你才会有进步 这就是我一再给大家说过的 拿这幅画做例子 可是我讲过 在西方的传统对爱神的画法里面 就是 画成少男少女 这是一种画法 画成小男孩 另外一种画法 可是我们必须说 这小男孩看起来可爱 不太像爱神 为什么呢 这叫 怎么样叫他 叫什么呢 用法律的书语来讲 为什么他不能做爱神呢 法律的书语叫做 当事人不适格 当事人不适格 就是 你可以告人 可是你没有资格告 你就不能告 我跟大家举个例子 我在台湾做了所谓中华民国国会所谓立法院的所谓立法委员 所谓国会立员 上一次他们通过了一个反对北京的反分裂法 说全体一致通过了反对北京这个 我就把他们其他的224个立法委员告到法院 每个人都要赔我钱 为什么呢 因为全体立法委员225个人 你们224个人通过的 不能代表我李奥通过 我李奥赞成的 所以你诽谤我的名誉 通通被告到法院 法官受理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资格告我也是立法委员 我是当事人 我 告你们我是哥 如果我不是立法委员 我就不是哥 我去告就告不成 叫做当事人不是哥 所以 爱神如果变成这么一个小男孩 能想爱神吗 叫做当事人不是哥 这就我李奥所说的 当事人不是哥 中国有句古话 叫做道故不义 而执非诸道之人 这个执是什么人呢 执是一个 他名字叫做道执 他就是坐怀不乱的柳夏慧的弟弟 这个执他什么人呢 他是强盗头子 强盗头子 跟大家讲过 这个道子在中国古代 他不是道子是贼的意思 小偷的意思 而贼是道的意思 跟现在意思正好相反 道故不义 这个小偷虽然不是好东西 而执 而这个小偷的头子 贼头子 非诸道之人 并不是谴责或者刷 或者抓这个小偷的这个人 为什么呢 道故不 小偷虽然不是好东西 但是小偷贼头子 并非去谴责或杀 或抓小偷的这个人 什么原因呢 你是共犯 为什么呢 因为你当事人不适合 你不适合 我特别讲了一个故事 给大家看 美国有个农业部长 叫Freeman F-R-E-E-M-A-N 他是埃森豪总统时候的 农业部长 他有一次讲了一句话 骂罗马的教宗 骂罗马教皇 罗马教皇呢 公布了一个规则 就告诉大家 如何控制你的性欲 如何控制你的房事 如何控制生育 诸如此类 小孩子生产的事情 发表了这么一个规则 因为天主教不准打胎的 所以定了很多房事的规则 美国的农业部长 叫Freeman Freeman就讲 就挖苦教皇 他说 不运动的人 不好定运动规则 不运动的人 你最好不要定运动规则 你教皇谈到这些男女之间的 这房事的问题 这些规则的问题 如何避孕呢 不可以打胎啊 这些规则 都是男女之间 有床上的行为 有房事了 才能够有这些规则 你教皇就是教宗 罗马教宗 罗马教皇 你是单身汉呢 你是 你怎么可以定这些规矩干什么 定这些男女之间规矩干什么呢 所以美国农业部长Freeman说 不运动的人 不要定运动规则 就挖苦这个教皇 当时美国总统艾森豪 特别谴责他的农业部长 Freeman 说你去将教皇啊 将教宗啊 道歉 你不可以这样讲 Freeman就好道歉 可是Freeman并没有说错 的确就是说 你不运动的人 你不上床的人 你不晓得男女之情的人 你不知道雨水之欢的人 你定什么规则呢 这就是 为什么呢 有什么定呢 定了以后呢 这就是 当是人 不是哥 最近呢 我看到一张照片 我就想到了同样的情况 看到没有 打扮 三个 打扮上修女 艺人团体 音乐词掌 打扮上修女 手拿着宣传卡 宣导防治 艾滋病活动 我们再看 这个 看到没有 打扮成三个修女 保险套 自动贩卖机 干什么呢 就是 如果上床的时候 要套 保险套 卫生套 免得传染 艾滋病 然后呢 由打扮的三个修女 来宣传 世界反毒日前夕 台北势力联合医院 疾病管制区 疾病管制院区 举行 艾滋防治 艾滋防治双新 活动 宣导 安心要用保险套 小心毒品 不要来 音乐词掌 三名女歌手 更扮成修女 凸显 既是私生活 严谨的修女 也认同 并且不忘呼吁大家 戴保险套 共同防治 癌治病 我看了以后 都惹不住笑 三个修女 提醒大家 要戴保险套 为什么我要笑 因为 她的确 太妙了 当是人 不是格 不运动的人 不要定 游戏规则 教皇定了 游戏规则 今天 三个假修女 又定了 游戏规则 你修女 懂得什么叫保险套 懂得什么叫 卫生套 至少理论上是如此 你不懂 你怎么说要戴不戴 怎么戴法 你管这闲事干什么 她就搞出来 三个修女 来戴保险套 就是说 他们三个人宣传 这个达曼宣传 以修女的身份宣传 我觉得好好笑 就是这个戴不戴保险套 的确跟你修女 八杆子打不到一起 你管这闲事干什么 并且以你的身份 你管这闲事干什么 你们是手身犹豫的吗 不是吗 怎么公安关系这个闲事干什么 就觉得 一看了以后 觉得不达调 变得非常的好笑 这就是我说的 当事人不是哥 大家看到我处理资料的方法没有 就是当我看到这个画片的时候 我会把多少年多少年以前 美国农业部长弗雷曼那句挖苦教皇的话 不运动的人 不要定运动规则 拿来今天来诠释 来解释报纸上忽然登出来的这个照片 这个就是6月26号 台湾的报纸上的一张照片 就是用别的一个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这就是我里要干的事 我从爱神 这个小男生的爱神 讲解这个当事人不适格的这个故事 一路从教皇说到的修女 就是告诉大家 这个不适格的情况是什么情况 讲给大家听听 就是告诉你 我是怎么样的来处理这个问题的 就因为我是这种方法来处理问题 我自己很多的心得 我想比对之下就非常有趣了 比如说我不旅行 我不看名山大川 什么原因呢 我自己在台北市的阳明山 有一个小的工作间 我的窗户外面可以看到这个风景 就是这个风景 大家注意这个风景大家看 原来是远看的 这边就是叫沙帽山 这个就远看就是观音山 躺在这里像观音一样观音山 大家看 我看它的时候 然后看它 忽然下面云来了 看到没有 它把这个观音山 整个的只留一个尖 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图片 看不见 本来这么一个山 然后一片像棉花一样的云 蜜蜜的 整个像棉花一样盖住 我这个照相照相来的 路过山间 大家再看 然后最后山间路这么小 整个一片都是云海 都是棉花一样的 盖住它 最后路这个小的间来 我那个就连拍四张照片来拍它 告诉大家什么 告诉大家 明山盛景 宇宙的变化万千 随时都会出现 我不需要再到加拿大 看到没有 不要再到加拿大 去湖旁边的去看 这么漂亮的风景 我承认加拿大里面 可以看到这么好的湖光山色 可是我必须跟大家说 我不需要跑那么远去看这张风景 当我有这张照片以后 我就可以神游到这么好的风景地方去了 可是这并不否定 我在我的工作签 在我的书房前面 看到的这个观音山下面 云海的变化 我认为一个人 那么样的整天去游览名山大山 是个坏习惯 为什么呢 要看山 这个山还不够你看吗 一定要跑那么多山去看吗 天下那么多山 不必了 所以我认为 你看山为主题 去环游世界 我认为是浪费时间 有时间看别的 不是更好吗 这就是我李敖的一个求知识的方法 就这个题目 我把它封锁住了 不需要花我很多的时间 我不这么没看到山 我看到这个山 可是呢 这个山 你有这个山的特色 当然 我讲过 不能够跟那些很多名山大川的山来比 可是 是一山也 它也是山啊 我的意思 也蛮好的山 只要我台北 交通不及的时候 二十分钟我就可以到了这个我的书房的现场 就可以看到这种风景 对我是很快乐的事情 我这样子反复的讲 告诉大家 怎么样求得知识 可是 对一个山 我可以觉得 山都是山 没有那么复杂的变化 可是对一个 当事人不适格 我在旁 这里 可以拿出图片来 拿出资料来 拿出简报来 跟大家一讲 就讲出一大堆来 为什么呢 我认为 当事人不适格这个观念 是我们人生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观念 从这个观念去检讨很多事情 有的时候会使我们有得到会心的一笑 看到修女去提倡戴保险套 我觉得忍不住 是我会心的一笑 我觉得那是大题目了 而是看山 跑去看山 反倒是个很笨的一件事情了 这就是我聊 如何运用我的时间的一个例子 我特别举出来给大家看 也许值得大家学习 接下来请观赏 边说边唱